這杯冷靜冠的方式 尚称統秀冷靜茶 再用手工下去冰的 用四天的時間才有好吃的冷靜冠 現在國慶祐的大部社區 就是要用這個冷靜冠 來作為社區發展的第三項 過去我們是竹筍 現在因為有很多龍眼 而且看到龍眼的一連一連的增加 在其次就是說農民 很多那個龍眼他們那個 在生賣賣一點那個外面去的話 他們這個價值很薄 那我們經過我們把它建立 龍眼空培房以後 大家一起來把它附加價值 多部社區這幾年社區營造成功 上當受到大家的坤嶺 在通過的農村在生賣賣後 社區也希望在迪孫生涯以外 還可以安心其他的生涯 今年也透過經費的補助 來蓋冷靜寮 希望用高頻節的手工 冷靜寮勤 大家來大部出賣 農村再生通過三年了 我們這次所發揮的這個 龍眼空培房 大概是只有材料 我們就花了三十幾萬 那大家 帶動我們大部設計 未來村莊裡面的一些 啊 產業的增產 這種四天的時間 不斷冰明的傳統 培靈境風險 大部社區上部 鑑修長後的顯示 給了一分的香氣 真推薦給大家 那空培的話基本上要四天 還要再翻滾 就像炒菜一樣要翻滾 它是靠煙而已 所以才會時間那麼長 那個煙本身就是一種 略是燒焦味 我們叫做那個 那個就是等於說探培 用探培的方式 所以它的味道喔 會比較香 這一個一個用春秋天來 培靈境寮 大家又在一天的時間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是頭一次來培靈境寮 但是看得出來 生果真的不錯 基障真心 藏寶道